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 九條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就來看九條的海底世界啦 那可以看到我進了大量不同的珊瑚啊 飄逸的草皮啊 兩種不同的草皮等等的 那今天又是好好的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裡面新增的動物 還有一些軟體的部分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放上個吃到五分鐘海水缸的畫面 給大家好好的欣賞 放鬆一下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說 趕快來介紹我們的各種軟體吧 GO 好啦 我們現在來介紹第一種 就是我們的日本草皮的啊 超級飄逸又螢光的啊 啊 是買了一整顆 可是它最近呢 可以看到它這邊下面 已經慢慢的往下延伸 有在往下漲了 狀態非常好 欸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又在打架啊 臭尼萌 那我們看到旁邊這一顆呢 有沒有 變比較粉紅了 之前沒有那麼粉紅 這是舊的那一顆 鈕扣 然後旁邊這一個呢 是腦珊瑚 然後這邊有之前那個小的單包 它又比較長了一點 再來這一個呢 是生珊瑚 我覺得超酷的 它 它平常縮起來就是一根一根的 硬管這樣的感覺 可是生出來超美的 也是一種草皮那種飄逸感 好 再來這邊也是另外一種 生珊瑚 它生珊瑚就是 沒有開的時候就像旁邊的硬管這樣 一根一根的 然後上面開一個小白花這樣 沒爆了 然後有沒有發現我這個菇 之前不是下面白霧 白霧的嗎 現在已經完全的恢復正常 然後整個螢光起來啦 那我們這邊 現在目前剛裡面總共有四種菇 那具體名字我也不太知道啦 這個好像是綠泡菇吧 這三種 一個是這樣 一個這樣 一個這樣 都不太一樣 那這邊還有一種 這顆就超大顆喔 這顆菇超大顆的 那再來看到的是我們的 一般的螢光草皮 有兩顆 那你試一下 喔 超飄逸 真的看得超舒服的 那再來聽說 這是比較特別一點的珊瑚 它是織狀單包 就是它的底下的菇呢 是織狀的 是有點像長在硬骨上面這樣子 那再來看我們的兩種鈕扣 又買了一個鈕扣的拼盤 有四種鈕扣在上面 還有一顆超大顆的漂亮鈕扣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一開始原本 從最小鋼的時候 活石上面那個 綠大鈕已經長這麼大顆 下面有一顆 很美 那就順便接到這一顆 養了目前快一個月的綠奶 非常的漂亮啊 一開始養回來的時候很綠 後來有長大 然後顏色稍微退 這陣子又慢慢的綠回來了 那目前小丑呢 就在睡覺的時候會去玩它 平常不太會去跟它玩 那接下來來介紹我們的生物吧 那小丑一樣在嘛 那多增加的動物呢 剛好看到 現在不見了我找一下 不知道先介紹別的 現在介紹我們這一個 一個馬糞海膽 喔長超快的 一下子又長超大 那再來是我們的青蛙出現了 黃冠青蛙 超可愛的啊 它有那個小翅膀我真的是 有沒有看到 很像蜂鳥那個小翅膀 太Q啦 每天要鑽來鑽去鑽來鑽去的 每天要鑽來鑽去鑽來鑽去的 然後花紋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這就是我們的 清潔蝦 不知道跑去哪 稍微找一下 介紹最後一種呢 就是清潔蝦啦 那也是長大蠻多的 超會吃的啊 一位小丑也馬上沖下去 那清潔蝦實在是 蠻漂亮的啊 好啦 以上就是目前 九陶的 海底世界的更新狀況啦 整個喔 超有海底世界的感覺 有沒有 那我們的性感蝦呢 有一隻長得非常大隻 跟另外一隻的提醒 差就出來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更多的支持 那我的海底世界 也可以變得更繽紛更美麗 那接下來就是給大家好好欣賞 海底世界啦 如果喜歡今天不要忘記 分享B內容可以打個 右上角小鈴鐺 找你發佈你的收訊 我是九頭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看這裡 超美的 三次四次 五次 二次 五次 二次 五次 二下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